有83個LV包存款還暴增 外交貪官判10年 那你有收賄嗎 一路遮遮掩掩掩 眉臉見人 他就是土地越南仲介 還莫名擁有83個LV包包的 駐越南前外交官肖玉文 6日法官依土地罪 及財產來源不明罪 判他10年徒刑 前來聽判的他 面對記者詢問卻匆匆離去 不好意思 請問是肖先生的家屬嗎 還是曹小姐的家屬 肖宇文被查出 擔任駐越代表師和仲介曹寶玲合作 由曹寶玲幫資格不符的越南學生 未造文件代辦簽證 肖宇文在放水合法 讓曹大賺代辦仲介費 肖宇文還被查出 從2010年起 長達33個月的房租高達227萬 但他存款帳戶卻分文未動 還能買下83個LV包包 價值共進180萬 賬戶還莫名存入50萬 2014年遭檢調搜索約談 你還是否認犯罪嗎 小姐姐你有沒有收匯款啊 雖然他堅稱這些錢 是他在越南投資獲利所得 但法官不采信 認定他土利業者 還有448萬財產來源不明 判他10年徒刑 仲介則被判一年6月 動新聞綜合報導